呀嘛嘛 呀嘛嘛 呀嘛。 呀嘛嘛 长按点赞 享受一秒三连的梳术 应課 在十月番瘆重勇者中 特励独行又放飞自我的女神 俐斯塔 极大地的 词咩 给大家的两句话 老公 答案 提到eraっていう女神 最先让人想到的应该是 為美好的世界宣誓祝福 不要哭呀 没错 我今天要搞的生要酒宣扬 阿库亚的声音赋予灵魂的 迪宫天 对于宇宫天 宇宫天最初想做声音 是因为重景责城美雪 可他却没有所谓的入刊座 2004年他在 Oraka News的采访当中透露 友调声音、声音、游戏 喜欢的人 那些人说 沙沙露美雪さん 是很棒的 就说了 看见的 看见的 我看见的 全部都不同了 芦苺和声音 都完全不同了 真的像同样的人 我看见的 那些人都受到了 然后 那些人 沙沙露美雪 很可恶 所以 想起来 而宴可娘 成为了介绍她的人 有梦想 谁都了不起 你 2011年 在Mudic Ring 举办的 超级热油市场当中 永年和后来的好 既有夏川之菜 麻仓堂成功合格 第二年已经凭借来自新世界的美灵 正式上妖出道 雨光天的声音带有一种透明感 这种感觉 在她把声音拉高之后 会更加明显 所以 她经常会接到一些感情比较淡漠的角色 比如她第一次男人主义的作品 一周的朋友当中 就饰演了一个 每周都会失忆的妹子 宫堂香芝 在傀儡里面 revered员 对 在最后的Odenal Zero当中的羽工天使眼的威小公主则是更加不实烟火 只说起Odenal Zero我就想到了结局 然后我就一肚子火 剧本大概是这个样子 地球和火星的战争到了最后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其实就是两位男主的多奇大战 然后呢新西天下的公主突然宣布 expokol诊 我的 人家都是炒股 你男好直接把股票退市了 牛皮 来在可苏季当中的羽公天饰演了一个三无机器少女艾拉 艾拉的前期有多无情 在最后就有多虐心 除此之外羽公天饰演冷酷帅气的妹子也完全抹的问题 比如说斩赤红之铜的赤铜和东京吃货的护刀董香 还八辈子我的饰演了魔物娘的同居日常的女主蜜亚 但这都不算 真正刷新我对她的认识还是要等等等一年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港内部2016年的为美好的世界献上祝福 她累了 对没有多过原作的观众来说 本以为她会继续适应一个高龙女神 结果动画第一集没播出几分钟就破了功 羽公天对阿库亚这种角色的塑造有多成功 想必我就不用多说了 随后羽公天也饰演了一系列通过强反差来追到笑点的角色 特别是有奇怪癖好的大小姐 迪Rooter的3W的迷糊餐厅饰演了一位喜欢用成果的先进解决一切问题的斗爱子大小姐 连藏之宝 在今年播出的流汗霸剑身上当中 对介绍有着Hentai般执着的大小姐 翘留院珠美也是由她配音的 呃 羽公小姐采访一下 您是出发了什么东西觉醒了奇怪的屁号了吗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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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太遮挤了时间线在拉回2014年4月 那一年她在出演一周的朋友的时候就已经翻唱了经典名曲 So 当时她的响应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迭也远卖的不错呦 三个月之后她为展翅红之铜点插了OP's courage 作为一名歌手出道了 此后又在同年的12月宣布与夏川之赛麻苍桃 组成啦 stry sale 如今已经推出了9张单曲和2张专辑 无论是作为solo艺人还是作为组合当中的艺人 她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啊 啊 啊 独工的牛肉100% 啊 啊 悠徳 这种言诶 对啊 牛肉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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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道是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在组合揣笑有一次出外景的时候 于工天挑战了过山车 胆子比较小的她全程尖叫 和动画第一季第五画当时被关在笼子里的阿库呀 简直完全一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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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开始 鱼 哦 到下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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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二代Tressel的广播节目Tia Younger Harmony第171回当中 夏川制裁马苍桃表示 于公天就是现实般的阿库雅 两个人看到于公天饰演的阿库雅 心里莫名的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甚至还有一种安心感 有一书一哈 你们这些损友算不算是人身攻击 至少从智力上来说 于公天可是比阿库雅高的呀 打开 其实打破自己的固有形象需要极大的勇气 而于公天小时候的确是非常自信的 小的时候就觉得电视上的演员不如自己可爱 表演节目的时候也往往以第一名为目标 但是如此张扬的他却受到了朋友的排挤 到了中学的时候开始变得怕生 不仅中午吃饭的时候是一个人吃 吃完之后也直接趴在桌子上睡觉 成为大佬之路 总是这么的孤单 很寂寞 又枯燥 但是他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的愿望 依旧没有熄灭 他主动在学校的青衣木 担任主唱在舞台之上的时候 和平时的他 判若两人 也许正是因为他对舞台的这份热爱 最后才会在索尼音乐举办的试镜当中被悬中 你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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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呢 对于光天来说也将是十分忙碌的一年 就拿一月来说 李柯生就有情网故尝试证明 他将饰演女主兵士昌普 动画的OP也将是他的第十张单曲 在魔法战争女小圆外传当中呢 他将饰演其中的一位主角 《七海八天代》 除此之外 他的1月18日还有一场单独的Live 如今呢 他已经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 正在为了受到更多人的瞩目 而继续努力着 那么 让我们当期上讲 期待于光天在未来 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吧 嘻嘻 应可 啊 收工了 刘萍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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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もトイレ探し中なので いやそもそも俺別にトイレ行きたくないし え わっ え 私はダメ、もうう... がぁ う、う? う、うぐ… 潟苗の命を奪ったお前ん奥の手 それが使われるタイミングを待っていた 狙っていただと? お前が探索はさっきの塊 狩りを求めるお前の満身を突至 啊 任務完了